与Arnold谈谈美团 上星期五最惊吓 为什么会突然跌得这么急? 就是内地法改委等14个部门 星期五宣布了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大概是说什么? 就是要扶持飲食企业 所以说这些外卖平台 就要进一步下调 参入商户服务标准收费 星期五2点搭9打后 看到美团急跌,最多跌跌1.8 收市都是在200元以下 保188元 兼成交最活跃港股 看到跌势这么急 大行又不是一味暢淡 比如摩根斯丹尼出了报告 美团可以透过减少补贴等方法 去抵消部分的影响 政策也会带动外卖订单量回升 提高商家的市用率 傅瑞也说发改委措施 涵盖服务业多个领域 不单单说食品配送 认为美团去年第二季 调整收费结构后 已经解决了市监总局要求的问题 你如何分析这次文件 对美团整体的影响 你觉得上星期五有没有超跌? 其实有没有超跌 我们不敢判断 因为这些股份 一直以来都在找一个调整借口 但当然短时跌得及一定有超跌 但问题是超跌后会不会反弹 或者会不会很惊讶? 其实你看这个消息上面 我想到今时今日 没有人会对这个消息上面觉得很惊讶 或者为什么美团可以一天跌 差不多接近两成左右 其实我们不需要回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去年七月份八月份 当这些监管消息出来的时候 很多科技股都试过 原因就是市场 其实这些股份向来就是在找一个原因 去做个估值调整 所以大行说的东西会不会有冲突? 其实没有的 大行说的是中长线看法 中长线看法仍然是乐观 但跟美股状况一样 你做中长线部署而已 没理由是近期才出了坏消息 才封售货买 很多人做中长线部署 说美团的利好因素 100元留下的时候已经开始炒 短线来说市场最主要有个焦点 就是指场 美股也好 任何股份都是 高估值的股份 都是在找一些调整借口向下调整 长远来说的确 我都觉得从政策的角度上 就是说 新的竞争者进来这个市场 就更加之辣 饿了摩 美团 未来要瓜分整个市场 就更加之容易 但是背后的角度就是说 会牺牲短线的盈利能力 所以短线的股价要去调整 是理所当然 所以你要去博反弹的话 你不断都是以52周低位 来做一个止泄坏 接着博反弹 如果你上星期五博了 现在又穿了 重点就是说 你做短线部署这些股份 你不知道哪些位置做止泄坏的 如果你设止泄坏的 也很接近 很容易打完指示才打 如果你设得远的话 你的直播率又不吸引 分分钟说一些负面消息 可能用一罗罗的力量 所以第一方面 我觉得看这些股份 你不会用大行的角度去做判断 如果你用大行的角度去做判断的话 这一两年已经输死你了 那想一下政策上是否要改变 但是大行的角度代不代表错 那些大行看东西 就看三五七年之上 那如果你放三五七年这些位置 好像说美团、腾讯、阿里巴巴 未来这三五七年有机会行一个跌跌 可能最终都会赢 那就是靠一些本多中性 分注吸纳的策略去赢 但是你说会不会 赔面消息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立刻要马上去买 其实这过去一年也有很多教训 就是说急跌那段时间 不要乱反弹 还有最重要做的就是风险管理 所以我想这一刻你美团 如果连一百八十元都穿埋的话 那短线就可以放在一边先的了 有货的就想一下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风险承受能力 你未来要坐那个能力 或者那个能外上面要真的非常强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去坐下去 所以暂时来说美团这些 你不会有兴趣去买的